世界如此喧嚣 真相何機稀少 歡迎來到吳小波頻道 上一集我們講到了 這些年馬雲犯過的第三個錯誤 恐降兵事件 本集要繼續講馬雲犯過的第四個錯誤 我先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在一個商業世界中 如果兩個人要進行交易的話 它最大的交易成本是什麼呢 我知道 我知道 是感情 不要跟我談感情 上錢 我們八同學也還是談感情問題的 這個答案顯然是錯誤的 兩個人的交易成本最大的一個成本是什麼呢 是信用 有過很多次重要的講話 為大家念幾段 2001年左右的時候 他的一個講話說中國加入WTO 最大的挑戰就是誠信 企業做生意首先要建立的就是誠信 誠信是最大的財富 是今天的企業 特別是中國企業要面臨的問題 2005年他在一次社區大會上說 電子商務化有五個環節 第一個就是誠信的體系 沒有誠信體系 中國企業永遠在做生意的過程中 成本不禁不能降低 而且會越來越高 2007年 他說客戶第一的價值觀 意味著我們明年沒有增長 也不能做損害客戶利益的事 更不用提公然的欺騙 所以你看 馬雲的這些話裡 都充滿著真理的氣息 在阿里巴巴的B2B的平台上面 有一個重要的一個產品 馬雲給他命名 叫什麼呢 就叫做誠信通 所以我們看到在馬雲的 這個意識觀裡面 誠信這兩個是有多麼的重要 但是到了2011年的時候 關於誠信的危機 開始猛烈地攻擊阿里巴巴 在這一年的2月份的時候 網上開始流傳一份獨立報告 說什麼呢 說在過去的兩年裡 發現了有2326個騙子公司 什麼是騙子公司呢 就是在跟國外公司做貿易的時候 偽造合同或者虛貨很多銷售信息 以騙取別人的信任 到了2月底的時候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阿里巴巴宣布B2B平台的執行總裁 魏澤和他的CEO首席運營官 李旭輝 雙雙辭職 這個是阿里巴巴歷史上 一個非常嚴重的高管辭職的事件 又過了兩個月 到了4月份的時候 美國貿易代表署發布了一個報告稱 說淘寶網已經啟升全球點擊率最高的 這個假貨網站的前15名 也就是說中國的這些騙子公司和假貨現象 在全球貿易中已經變成一個非常突出的事件了 這是阿里面臨到一個非常嚴峻的一個誠信危機 同樣也是在4月份 是中央電視台的4月15號焦點訪談 播出了一個淘寶上賣假貨的一個專題報導 叫做網購愛你不容易 這個是中央台這樣的中央級媒體 第一次曝光了淘寶網的賣假貨的事件 他其中講到了兩個非常生動的故事 一個是講說在長沙有一個人叫劉樂真的 他在網上想給他的媽媽買一個真皮包 然後淘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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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網站 發覺這裡面有很多包 然後價格也很便宜 那麼他害怕萬一買到假貨怎麼辦呢 那麼他就看 發覺這家網店居然參加了叫淘寶網消費者保障計畫 他心里想说 既然参加了保障计划 那个货应该是真的 他就把它买回来 买回来一看 果然是一个假货 这个是他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案例是讲说 采访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卖假货的人 在网上卖假货的人 他就跟中央台记者说 我原来想到卖假货 这件很困难的事情 结果突然间发觉说 我在淘宝上面 我只要有一个身份证 然后提供一个银行卡 我就能够开店 开店以后 我卖真货卖假货 居然没人管我的 所以你给他创造了 一个犯错误的机会 所以中央电台的 焦点访谈播出以后 对淘宝网的冲击 也非常的一个大 然后媒体还报道了 两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是什么 是说在过去的2010年 淘宝处理的侵权商品的 数量有多少 有1400万件 第二还讲到一个数据 淘宝组织了一个2400人的网络打假志愿者团队 这个团队处理了53万件的假货商品 所以你从这几个数据 第一可以看到淘宝网在处理假货商品确实在努力 我们不能不说马云是不太努力的 这个是真理眼睛假瞎话的 第二确实 但是在你努力的前提下 你还是面临那么多假货存在的情况 面临那么多骗子公司存在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就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说 那么为什么在马云在打假和反欺诈的问题上 显得那么的无奈和没有办法呢 其实互联网购物这件事情 是最近十几年在全球才发展起来的 那么特别是中国地区和美国地区 是全球电子商务比较领先的一个区域 所以商业的发展就带来什么呢 带来的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 所以在淘宝上出现这些假货 和在B2B市场出现这些欺诈行为 它的背后都有一些非常严肃的一些问题 这只有两个问题 到今天为止 2014年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仍然是没有得到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商户受假平台是否要承担责任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真实的商品世界中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们爸同学 他到王府井商店里面去买了根镜像脸 结果发觉这根镜像脸是假的 气死了 气死了 气死了是没用的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直接的投诉王府井商店 王府井商店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根据中国的现在的消费者保护权益 王府井商店要承担第一责任 所以然后你哪怕是说 你不要说王府井商店 你就在杭州边上的四季青服装市场里面 你买到一个假货 你可不可以告四季青服装市场 你是可以告四季青服装市场的 所以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无论是商场也好 市场也好 消费者买到假货 平台是必须要承担相关责任的 但是这个问题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 居然是一个问号 我给大家讲两个案例 10年前的时候 2004年美国最大的珠宝公司 叫Tafany Tafany就去告一倍 各位知道是美国最大的 B2C的交易市场 告一倍 说什么呢 说你这个一倍里面 有一堆的假的Tafany 所以因为你受假 所以你必须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相关是打了几年 打了三年 三年打完以后 美国法院最终做出的审判决定 是有利于一倍的 这是一个案例 结果到了2007年的时候 一倍在欧洲吃到了苦头 欧洲地区呢 欧洲有一家很大的奢侈品公司 叫Louis Whedon 在07年的时候啊 Louis Whedon集团就在法国告一倍 说在一倍上面 你在卖Louis Whedon集团的商品 那Louis Whedon旗下有什么商品呢 LV 去分析 和Dior 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 结果呢 你在卖大了卖大了假货 所以他认为你必须要承担责任 结果欧洲法院判决是什么呢 判决一倍要罚款 6100万美金给Louis Whedon集团 所以你看 这是美国和欧洲的一个案例 那么到中国去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一起法律审判案件 认定说平台 在商户售假过程中需要承担主要责任 所以这个是中国到现在为止法律的一个空缺点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商户售假 那你这个平台啊 有没有能力去遏制它 这是一个问题 有没有能力遏制呢 马云曾经讲过一句话 无论是对淘宝还是用户 我们都是假货的最大伤害者 消费者买到假货 投诉最多的是淘宝网 但是 重点是但是后面的几句话 但是淘宝网毕竟不是执法机构 我们发现假货提供者 并没有权利执法获得取缔 只能关闭店铺 但是被关闭的店铺 还会更换姓名来重新注册 所以我希望所有网上 都能够自觉地打击纯洁的环境 哎 太阳太简单 连我都知道靠自觉根本不可能 这个是2009年12月份讲的话 这段话里面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马云说淘宝不是执法机构 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去取缔它 这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说什么呢 说我即便取缔了它 它换个马甲 又来注册了 我还是没有办法 第三呢 那么面对这情况该怎么办呢 他说应该以德致网 就是希望同志们都提高道德觉悟 跟每个朋友们都发一个道德手册 你们自觉的能够不卖假货 这个天下就太平了 这个有这么三个想法 讲不讲得通呢 我认为不是很讲得通 虽然我不是一个互联网的高手了 但是如果让我替马云同学去想想办法的话 我想至少还是有五个办法 可以帮助淘宝网来遏制假货流行 所以我认为说淘宝是有能力 或者阿里是有能力来遏制假货流行的 哪五个办法呢 第一个办法 大数据 所有你的消费行为 你的购物行为 在淘宝上面都是有被记录的 马云曾经讲过一句话说 阿里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 是大数据 所以阿里有机会成为 大数据意义上的一家最伟大的公司 那么OK 你能够通过大数据来做生意 你为什么不能够通过大数据来打假呢 所以大数据会为淘宝打击 欺诈和假货 提供重要的一个技术支持 这个支持 而且不是地面真实的商场啊 市场啊所能够干的事 这个真是互联网公司的一个技术优势 第二个办法 实名认证 这件事情在新浪微博上面 在微信上面已经被长期的使用了 对不对 你一个人发言 你讲了那些危害社会稳定的话 24小时之内 你就被公安抓走的 就很容易抓到你啊 那你何况是卖假货的人了 对不对 卖假货和发布 发表恐怖言论的人 在实名认证上面有区别吗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所以完全可以通过实名认证的方式 把这些卖假的人给他抓出来 第三个 黑名单制度 通过大数据的方式 被发现实名认证 你是个卖假货的人 你就会进入到 阿里巴巴的黑名单的平台上面 我就会把你公布掉 曝光掉 今生今世不让你在淘宝上开店 好害怕呀 黑名单制度是有强大的恶势能力 第四个 设立律师援助基金 打官司 中国人最怕就打官司 但是其实在一个法治社会中 恶制恶势力最好的办法 什么呢 就是打官司 阿里他也设立了很多 大概几个亿啊 十几个亿的消费者保护基金 其实啊 很多消费者保护基金 这个消费者是拿不到的 是一个概念而已 你能不能搞一个律师援助基金 消费者打官司 他花一万块钱 你阿里拿出一万块钱来帮助他 两万块钱打官司 他拿五万块钱 你也配套五万块钱 十万块钱打官司 那这个就是真的了 而且还养活中国一大堆的 有良性的律师啊 官司打了多了以后 对那些造假的人 他的造假成本怎么样 就大幅度增加了 第五个办法 推动网购的法制化建设 中国最终互联网销售 电商在中国的全社会 消费平流说总额中的比例 现在只有3%左右 货货越来越高 我认为达到30%的可能性 都是非常的大的 那你再慢慢变成一个 全社会最重要的消费平台以后 你怎么样呢 你就需要在法律上面 推动法制的市场化建设嘛 这是我们中国每一个企业家 应该承担的责任 所以我们应该在立法上面 来推动法制化的建设 在这个领域里面 谁最有能力啊 谁最有财力啊 阿里巴巴 所以我觉得马云所说的这个 我们不是执法机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执法或者取缔 然后呢 把它取缔了以后 它换个马甲又出来了 然后呢 希望大家能够提高道德觉悟 来这个维持这个纯洁的法律环境 这三件事其实都不靠谱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企业啊 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完全的一个决心 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淘宝 受到并购的重要的原因 今年阿里会在美国上市 现在很多法律界的人士 很多资本市场的人士 都在讨论一个问题 如果你淘宝在未来 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假货交易平台的话 然后你这个股票 又在美国上市 会不会有一天 有那么一天 北美地区的十万消费者 集体投诉你淘宝 那个时候 可能就是你末日要来临的一个时候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潜在的危险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 这个社会的疾病 人人都有份 但是大公司就应当承担 大责任 第四个错误就是这样 接下来第五个错误 我们先从商业模式说起吧 如果有人问我说 过去15年里 中国公司所创造的最伟大的 一个商业模式创新是什么的话 那我认为是淘宝模式 淘宝是在2002年底 马云所发明的 那么它有四个方面的创新 现在看来非常的重要 关于吴小波 也许你读过他的书 也许你看过他的视频 也许你听过他的现场演讲 而现在所有的内容都在一个地方了 5月8号 吴小波公众微信号正式上线 打开你的微信 戳右下角发现 再戳扫一扫 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 开扫吧 第一个创新是它改变了美国一倍的那种商业模式 它的整个收费模式 客户服务模式和一倍是完全不一样 是非常符合中国特色的一种电子商务模式 第二个是它发明了一个第三方的支付体系 叫做支付宝 因为在美国 它在电子商务的系统里面 美国人他已经建立了完全的以信用卡为基础的 这样的一个商业信用 个人信用的体系 但在中国是没有的 那么在中国做电子商务最大的问题是 你是先发货还是你先付钱的问题 消费者和厂家厂家之间都没有一种信用关系 所以马云发明了支付宝 所以解决了这样的一个模式 支付宝是在全球范围内看来 都是一个非常创新的第三方支付一种制度 那么第三个是淘宝成为了中国现在最为重要的一个创业家的乐园 那么到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淘宝上的买家加在一起应该是达到了800万左右 那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 中国到去年年底我们的个体工商户加在一起是3600万 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数据来比较的话 也就是中国大概有20%的个体工商户是在淘宝上开店的 那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据了 那么第四个它的创新的是淘宝模式 在过去十年里面可以说对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 都进行了一次颠覆性的一次革命 几乎所有的快销品耐用消费品等等 在中国去什么销售都受到了淘宝模式的一个影响 所以淘宝对中国商业进步产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么淘宝本身我们来看一个数据 它的整个交易额的增长也是非常的惊人的 在2002年底创办以后 在2003年它的交易额还不到一个亿 我们看这个数据 到04年的时候它到了十个亿 然后呢用了一年两年三年 用了四年的时间 它用十个亿达到了将近一千个亿 然后呢到一千亿以后 08年以后到2012年 它达到了一万个亿 用了一二三四年时间达到了一万亿 一万个亿如果我们在全社会消费品领所总额里面来看的话 它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 所以淘宝在在在中国的整个商商品交易中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无法绕过去的一个商业模式 但是我们会发觉一个问题会出现 就是阿里巴巴和淘宝买家之间的冲突 在过去几年里也是非常的一个激烈 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些年里有两次重大的一个冲突实行事件 第一次呢是发生在2006年的5月份 阿里就推出了一个项目叫做招财禁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费项目 它其实呢意思是是指所有在淘宝开店的人 那么你如果支付一部分的费用 你就可以被推荐到一些比较显赫的一些位置上 这个模式非常像百度所实行的竞价排名的一个模式 那么这个方案推出来以后呢 就遭到了当时遭到了淘宝一些用户的一些反对 整个5月份里面开始淘宝在这些买家就在各个门户网站 在淘宝的论坛上面经营灌水 然后提出来要在6月1号进行总罢工 一直到了5月31号的时候 阿里提出来说通过全民投票 就全民公决的方式来决定说招财禁宝这个项目知不知行 最终的这个项目是被否决掉的 这是第一次阿里和淘宝买家之间发生了一次非常大的冲突 那么第二次大的冲突是发生在2011年的10月10号 11月10号这一天呢 淘宝商城公布了一条叫做 2012年度淘宝商城商家招商续签级规则的调整公告 这里面呢涉及到两个收费调整问题 第一个呢是叫做技术服务费 技术服务费原来的收费呢是6000块钱一年 那么它提高到了3万块到6万块 第二个呢是叫商铺的违约保证金的数额 它有违约保证金有1万块的这个金额提高到了5万块 10万块和15万块 这个公告发布以后就出现了一个事情叫做十月围城 就整个十月份当时的媒体报道 有5万家的淘宝用户通过以报一报的这种革命的方式来反对淘宝 所提出来的这两个公告啊当时发生了很多冲突性的一个事件啊 比如说有很多淘宝买家直接就到了杭州的淘宝总部啊 在当在在在在这个淘宝总部的门口通过拉横幅 大家看到这拉横幅静坐的这样的方式来抗议淘宝的这个行动 同时在网上呢也发起了很多攻击 比如说第一个大的攻击是这些小的卖家 就能跑到那些淘宝的那些大买家的那些 他的页面上面去对他进行攻击 攻击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他先去购买他的商品 然后呢完成支付 支付完了以后呢迅速的就去申请退款 因为淘宝的这个制度规定7天之内 用户可以无条件的免费退款 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 就是有一些大的一些一些淘品牌 就在就在几个小时里面 一下子增加了几千上万的订单 结果呢这几个订单一下子就变成无效订单 就直接就干扰了这些商家的这些正常的买卖行为 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混乱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呢是这些很多淘宝的用户呢 就去攻击支付宝 就是把支付宝一些余额啊 直接提取出来转到银行里去 这很像什么 很像这发生了银行的挤兑行为 因为一个任何一个银行也是一样的啊 如果比如你有 你有一万个储户 然后你有一万亿的这个存款 那如果在一夜之间 这些一万个储户里面有八千个 同时到你的银行去提款的话 那你银行直接就可以宣布破产了 所以这个对支付宝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用危机 所以这两个事情发生以后呢 扰乱了整个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 然后呢在这个第三方支付领域里面 造成了巨大的信用危机 所以这个时候对阿里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时候 就这两个事件发生以后呢 马云自己在他的这些微博里面 连续的发文章 来安抚淘宝用户的一个情绪 甚至到最后是商务部 直接来干预到这个事件中 最终是到了10月的17号 大家看前面 他是10月10号发布的这个公告 然后到了一个礼拜以后 到10月17号以后 那么阿里就做出了一个妥协 他就比如说他 他关于这个寄宿服务费的部分的话呢 提出来叫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 那所有的老人就不用来提高 那么第二呢 是关于这个违约金的部分 他提出了一半 你交的每年交的违约金里面 一半是变成了一个叫做消费者保护基金 然后阿里也拿出10个亿 来成立一个基金 然后交给浙江省工商局 来监管人民中国银行 来进行资金管理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化解了这一场危机 这两个事件应该说 在06年和11年当年 都是排名在中国前十大的商业新闻里面的 这两个事件发生以后呢 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当淘宝的用户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 各位800万的淘宝用户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瑞士的一个国家的国民人数的总和 那就几乎一个国家的人 在一个商业的平台上面进行交易 那这个时候 你作为这个商平台的一个管理者 和你这些商民们之间的关系该怎么协调 这是从这两个冲突性事件 我们看到淘宝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面 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经验的 我们曾经说 马云曾经有一次在跟我的交谈中 曾经说他最羡慕的商业模式就是国家模式 那其实淘宝到了像11年12年这样的时候 它已经非常像一个商业帝国了 像一个国家了 那么在这个国家里面 阿里和他的这些入住的这些商家们之间的利益 实际上是个利益共同体 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已经非常像一个国家模式了 那么在这么一个有800万的卖家 和数以亿计的买家所构成的这样的一个 类国家的商业模式中 当你的统治者 当你的管理者要提出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制度的时候 你该怎么来 来跟你的这些买家和卖家们进行沟通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这里就涉及到阿里巴巴 怎么来重新来反思淘宝的管理模式 有两点我们是必须要提出来的 第一点就是当一个制度出台的时候 你有没有形成一种民主协商的机制 就是你比如说在006年你要提出造态禁保 你在11年你要提出 你要改变你的续约制度和你的违约保证金制度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之前有释放过这样的一个信息 然后有没有跟你的这些淘宝的用户们 进行过一个民主协商的一个机制 第二个是问题是那么你怎么样来怎么样来进行 这样的一个民主协商机制 那么在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里面 有一种制度就叫代议制度 其实中国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 都是一种代议制度 就是你没有办法同时和这800万人同时协商 那怎么办呢 那你觉得800万里面 你要提出一些人民代表出来 就这些淘宝代表 那淘宝代表们就他们要形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组织 那么那么在西方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独立工会制度 那么就可能需要有一个淘宝工会 他们来跟阿里来进行一个协商制度 所以民主协商机制的建立和代议文明的 这样的一个引进 实际上是淘宝走向未来 所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讨论到的一个 一个阿里巴巴在过去几年里面 可能在制度设计方面所欠缺的一个部分 阿里他曾经提出过说 他要在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商业文明 这个是在过去几年里 马云和他的这个总参谋长叫曾铭 在多次在商业演讲中所提出来的 那么他们所定义的阿里巴巴的新的商业文明 是什么呢叫做开放透明分享和责任 这个其实是一个一个我们可以说 既是一个商业世界 也可以说是一个文明世界 所建立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根基 那么怎么能够让淘宝变成一个开放的一个模式 怎么能够建立一种透明的一种制度 怎么能够分享利益 怎么能够承担起各自的一个责任 那么这个就是淘宝和他的卖家 在未来几年里面所需要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 任何商业文明的建设 归根到底是一次民主制度的建设 你觉得财经世界谁最帅咧 财经世界里面其实从来不平 谁最帅谁不帅 但确实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财经界存在着 每年应该平一些谁最衰这样的一个名单 确实存在一些很衰的人 过去这些年里最衰的人 我认为都是那些预测股票的人和预测楼市的人 比如说在2008年中国的股票到达6000点的时候 有时候当时有一批人预测说很快会过8000点 很快会过1万点 现在看来这帮人就是最衰的人 然后在几年前 在2011年10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些经济学家预言说 三年到四年后中国的不动产价格会跌50% 那么今天这三年四年已经到了 那些人大家去搜索一下他的名字 那这帮人就是最帅的一个人 我现在有一点钱 我是要先买房还是要先买车咧 我觉得先买房还是先买车 就跟吃甘蔗一样的 如果你喜欢你吃一根甘蔗 如果你喜欢先吃甜的 那你就先买车 如果你觉得先留一些比较艰难的 先啃掉再吃甜的 那你就先买房 联想30年 柳传志说希望员工成为发动机 你觉得企业和员工的关系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这是一个真的是个管理学的问题 这个我认为一个企业总发动机 也就是决策层是个总的发动机 员工还是个执行层面的